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記者朋友們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事實上在2014年 我首次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當初就提出一個口號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這事實上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 也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當改變政治文化當作訴求的一個選舉 事實上不管是在選舉還是執政 對我來講 它都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從2014年當選市長到2018年競選連任一直到現在 我都秉持三個原則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然後很認真地在做我的每一件事情 其實我今年在去參加這個媽祖繞境的時候 我到了這個新港文教基金會 因為我突然發現在2014年 我當時都還沒決定要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到新港文教基金會去演講 我當時在牆壁上寫了四個字叫找回良心 也就是說其實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 那在時隔五年之後你知道喔 在我競選連任成功以後 為了參加大甲媽祖繞境 我又去了一次新港 我回到這個新港文教基金會的時候 看到牆壁那四個字你知道 找回良心你知道嗎 我又補了四個字 莫忘初衷 其實喔 政治不難你知道 找回良心而已 執政也不難 莫忘初衷而已 對我來講喔 政治就是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所以我們要決定政策的時候 事實上只有三個原則你知道 民意 專業 價值 常常有人在批評說 昆德沒有中心思想 其實對我來講 你知道 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灣的整體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 我並不認為所謂的九二共識或一中各表就是中心思想 我也不認為所謂的台獨或統一就是中心思想 其實 讓人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 就是我個人的中心思想 同樣的 專業 事實上我在觀察整個台灣的政治你知道 在2000年以後 我認為台灣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文官制度破壞 過去在國民黨議長專政時代你知道 可是台灣的經濟還可以維持一定的發展 因為當時還有李國庭 趙耀東 孫允權這些所謂的技術官僚 他們都還能夠在政治上發揮他們的能力效果 可是我們看看 我們最近在台灣政壇上的一件事情 比方說深奧電廠 深奧電廠可以再經過一個晚上 台灣的電突然滾 開什麼玩笑 這幾百億的東西可以讓一個晚上轉彎 比方說最近在討論的北宜直鐵 其實這種東西都是可以透過專業 大家憑數據來做決定 最近我們在討論這個基隆河谷交通整合計畫的時候 事實上不管是矽子民生線 基隆輕軌 台鐵優化 北宜直鐵 或者是高鐵要不要延伸到宜蘭 坦白講每一個拿出來講都有意義 可是合起來 它是不合理的 那我們常常在想說 奇怪 為什麼這種東西會這樣亂成一團 那 我在思考說這種文官制度破壞的問題 剛好在今年 有一個機會去日本參訪的時候 我特別去那個橫濱的火力發電廠去看 我站在那個燒煤炭的火力發電廠外面 我沒有聽到噪音 也沒有聞到味道 也沒有看到濃煙 所以後來我在我的臉書寫了一句話 不是煤炭乾淨不乾淨的問題 是人乾淨不乾淨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在我們今天台灣的政治上 專業 科學 不能被有效的執行 這在牽涉到價值 對我來講 你知道 普世價值 包括民主 自由 多元開放 法治 人權 關懷弱勢 永續經營 這些普世價值在台灣的實現 就是我的台灣價值 民主 政治為人民所共有 自由 自由以不侵犯台灣 自由為範圍 但是自由的基礎是容忍 法治 民主 自由 法治 有時候我們要很誠實地呈現這件事情 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所以常常我們是 法律是給人民參考用 不是給人民遵守用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在人權 我們是不是真的把人民當作人在看待 那 多元開放 你知道 我也認為台灣還應當是一個保持一個多元的文化 你知道 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 那最好是這樣 永續經營 我們永遠要想著我們要留下一個懲罰的團給下一代 那最後是一個關懷弱勢 我一直認為 關懷弱勢不是聯名 它是保護自主 所以對我來講 你知道齁 我的台灣價值就是民主 自由 多元 開放 法治 人權 關懷弱勢 永續經營 那 在我過去這個四年半執政的經驗 你知道齁 其實齁 青年 勤政 愛民齁 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它是可以 就是可以做為我們一個執政的價值 所以我也常常希望說齁 我們不是政治上的領導者 而是一個文化的傳道者 那當然今天大家來這個地方是在問說齁 關於這個台灣民眾黨 建黨的問題 其實我們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你知道齁 我們希望齁 台灣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民眾 你知道 我也希望說在藍綠之外 你知道 台灣是不是有另外一個選擇的機會 所以 對我來講 台灣民眾黨它是一個理念 理念的結合 我們希望民意 專業 價值 是我們決定政策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勤政 青年勤政 愛民 是我們行政的原則 那最後 台灣的整體利益 人民的最大福祉 就是我們的中心思想 最後 希望台灣因為有 我們可以變得更好 好 謝謝大家